- 天啊 日系廠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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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把你的加油孔改到另外一邊 - 可以刺激銷量 - 其實剛開始會考慮Codiak - 就是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- 有兩大箱 - 就有的家庭有的小孩 - 那也希望可以再爸媽 - 一起出去這樣子 歡迎收看群瘋之爸 大家好 我是怡城 在前年的時候 - 年末 - 那個時候Codiak有一次的小改款 - 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我就說 - Codiak這台車在那個時候 - 已經連續三年稱霸台灣的 - 進口七人做休旅車的市場 - 一年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- 在去年 - Codiak依舊它還是冠軍 - 那麼今年的銷量看起來 - 一到六月成績也非常不錯 - 我就很好奇 - 今天我們就不試駕它了 - 我直接找出Codiak的車主 - 來現身說法 - 跟大家分享一下 -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Codiak - 難道真的沒有別台車可以選的嗎 - 我希望找他們來通通 - 跟大家來分享 - 對於正在觀望 - 或者是對這個集聚七人做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- 我希望都可以對於你有幫助 - 接下來我們就去找他們吧 -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-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- 我叫Andy - 然後我在銀行上班 - 然後我滿熱愛就是露營的 - 你好我是葉先生 - 來自新竹 - 對那也是一樣 - 熱愛Codiak也是熱愛操駕的一個車主 - 你好我B姓唐 - 我是做物流業的業務 - 後面這個是我的愛車 - 大家好我叫佑昌 - 是Skoda的車主 - 大家好我叫Jimmy - 你也是做頻道的 - 是是是 - 什麼頻道 - 我的頻道叫電競領域 - 我是專門做電競周邊的開箱 - 各位有興趣的話 - 歡迎在這個地方把它訂閱起來 - 大概4月份的時候叫車吧 - 目前叫車還不到半年 - 滿新的車主喔 - 三個月左右 - 對超過三個月 - 里程數呢 - 目前大概跑3000公里 - 我是3月交車 - 然後到現在6月底 - 明天7月 - 對明天7月 - 所以大概開了三個半月左右 - 里程呢 - 里程目前現在是大概3000公里 - 3000多 - 這一台我大概交車到現在3個月 - 大概3000公里左右 - 大概一年 里程數呢 - 2700吧 - 哈? - 2700吧 - 對 - 一年2700 - 其實沒什麼在開 - 沒有在開耶 - 對其實沒什麼在開 - 所以你對它了解嗎 - 還好 - 會用 - 目前開了快兩年 - 里程數呢 - 目前兩萬五 - 兩萬五千公里 - 兩年的時間 - 兩萬五千公里 - 兩年的時間 - 好 首先我們請Jimmy講一下 - 在開Shkoda的Kodiaq之前呢 - 是 - 開什麼車 - 我開Audi A3 - 8P世代 - 在2010年 - 2011年那時候 - 那個快 - 有點時間 - 是 年輕的時候 - 就有了家庭 - 有了小孩 - 那也希望可以再爸媽 - 一起出去這樣子 - 這樣子感覺很幸福啊 - 騎人座是很棒的一個體驗 - 對 - 那我本身第一台車子是Camry - 對 Camry 其實它算中大型房車 - 它的長度是4米8 - 其實相對來講 - 我的訴求就很簡單 - 就是需要一台空間大的車子 - 所以當初CRV跟Kodia - 這兩台車我都有在做觀望 - 上一台車也是休旅車 - 什麼車 - 阿X350 - 一台RSO350 - Lexus - 對 - 那個時候車子也差不多了 - 就是毛病滿多了 - 然後就想說換一台車 - Lexus 會毛病滿多 - 入手就是二手車 - 入到後來就是電池壞掉啊 - 然後什麼管破掉什麼的 - 了解 - 就是休一休好像也要十幾萬區 - 剛開始我們以前就是 - 是開那種小車 - Toyota 的小車 - 哪一開啊 - Artis 有開過 - 然後後來 Sienta - 對 - 那一直到就是因為我們準備要結婚了 - 那就想說要換好一點的車 - 因為剛好收入也有上去這樣子 - 對 - 那我那時候第一個就是想的點 - 就是我想要買好一點的車 - 所以就聯想到就是可能比如說 - 就是 Toyota 再上去一階 - 或者是歐洲的進口車 - 你之前有說你有考慮過Lexus - 也就是豪華品牌 - 對 - 對 - 豪華品牌有考慮過哪些品牌嗎 - 我沒有考慮賓士 B&W那些的 - 對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沒有特別 - 因為主要是價格的問題 - 對 因為如果說今天好NX休旅車 - 可能弄一弄200 - 我就覺得就是負擔就有點太超過了 - 要買X之前我還有試駕過另外一台是 - 那個Toussaint 現代的 - 喔 - 因為是鎖定休旅車啦 - 所以我就先對休旅車來看 - 那Toussaint試駕完大概過了半年吧 - 又來試駕這一台 - 嗯 - 後來決定還是以這一台為選擇這樣子 - 因為那時候在挑的時候 - 其實大部分的七人座 - 就是你第三排的位置 - 不會太小的狀況之下 - 通常車子的長度都很長 - 都4米9 5米 - 所以那時候有時候我們有稍微考慮過 - 或Honda的那個 - ODYSSE - ODYSSE 對 Honda的ODYSSE - 我記得是4.9 - VOLVO的休旅車 5米 - 其實那時候也沒去看 - 你就大概看長度就先把它先剔除掉 - OK 要七人座 - 但又不要太長 - 當初等車應該等非常久吧 - 11個月 - 等到差點退車 - 後來沒有退 - 後來沒有退 - 為什麼 - 就是 - 為什麼堅持下來了 - 喔沒有啦 - 因為在我看到我另外一台想要的車的時候 - 它已經來台灣的路上了 - 喔 - 那另外一台想要的是什麼車 - Model Y - Model Y - 那為什麼最後 - 你會選擇Shkoda的Codia - 而不是一開始你就直接去訂Model Y就好了 - 那時候我們訂了 - 那時候發表還沒有Y - 喔 OK - 時間上的問題 - 時間上的問題 - 再加上我偶爾還是會有需要六座的需求 - 嗯 - 什麼點讓你當下就可以下決定 -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外型 - 因為以前 - 因為我有去看過以前的Codia的外型 - 我覺得還好 - 但是它這一次改款 - 它的頭比較霸氣一點 - 嗯 - 所以我覺得外型我滿喜歡 -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它 - 呃 - 歐洲車就是那個關車門的那個感覺 - 很扎實 - 然後隔音我覺得也還不錯 - 一方面是預算考量啦 - 那二方面是看過它一些功課 - 就是像撞擊測試啊 - 其實也是五顆星吧 - 然後第三排有不錯的大小這樣子 - 所以就以這個考量為出發點 - 其實比較重點是家庭需求 - 在家庭需求之外還可以擁有一些熱血 - 畢竟在家人不能開那麼快 - 但是自己跑業務可能就可以稍微 - 用點熱血模式這樣 -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有兩大項 - 第一大項就是安全 - 因為它是歐洲進口車 - 這不外乎 -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剛好家裡的小朋友要出生 - 需要空間大的車子 - 那後面的話就是試駕 - 試駕過後才發現 - 歐洲車真的一開就會讓人家上癮 -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- 歐洲車就是因為我們每次去加油的時候 - 不是日系車全部都是在就是同一邊排隊嗎 - 然後我就每次都看歐洲車好像都不用排隊 -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- 我想要換歐洲車就是加油就可以不用排隊 - 這樣子 - 喔 - 我很少聽到這樣的需求 - 對 - 聽到人嗎日系廠商 - 把你的加油孔改到另外一邊 - 可以刺激銷量 - 歐洲品牌這麼多 - 你為什麼一定要 - 歐洲品牌這麼多 - 為什麼我會選它 - 像我剛才就是想要入手歐洲品牌 - 有考慮比如說Voswagen - 歐洲Chicoda - 但是其實兩孩都是同身車 - 但我覺得說以Chicoda來講 - 以我現在的狀況來說 - 剛好有要養小孩 - 也不用花太多錢在車子上面 - 對 - 所以徐貨大才是我 - 對 - 最會選擇的一個品牌這樣 - OK - 我覺得整體 - 相對於A3來講 - 都是一個大神級 - 對我來講 - 因為A3沒有任何的配備 - 沒有任何的電子輔助 - 我覺得這台過彎給我的感受蠻好的 - 像之前去花蓮 - 我之前有過一個彎 - 對 - 那個彎我開了三台不總的車 - 在那個彎 - 第一次是開一個 - 那個Nissan的 - 好像Lavina吧 - 我有種快翻車的感覺 - 第二台是開那個RX450 - 就你自己的車 - 沒有 - 是家裡另外一台車 - 對 - 開的時候 - 過彎的時候也覺得蠻順的 - 那個時候就覺得沒什麼異狀 - 但是後來又再開這台之後 - 感覺會過得更穩 - 因為我記得我開這台的時候 - 過彎速度就更快 - 所以你比較起來 - 底盤表現是不一樣 - 對 - 滿大的感受差異 - 空間上怎樣 - 空間上運用蠻好的 - 因為我時候工作 - 我有時候載一些東西回家 - 那我把那個二排跟三排 - 全部打下去之後 - 載的貨量蠻大的 - 對 - 是不是有比較過 - 比較過蠻多的 - 例如 - 例如 - 那個CRV - 當初他會說會有五家的 - 結果也沒有了 - 沒有 - 所以就直接淘汰 - 因為只有五座 - 但是喔 - 還有一台喔 - Allspace 呢 - Tiguan - Tiguan Allspace 它的第三排 - 沒有很影響 - 覺得比起那些音響 - 我覺得DCC全調比較好 - 喔 - 熱血玩家 - 對不對 - 那個就是在家人的時候 - 一定用舒適 - 他自己跑業務騎士 - 有時候比較不喜歡這麼軟 - 好啊 - 另外一個問題 - 這個是最讓人匪夷所思的 - 買一台車動輒百萬以上 - 你為什麼沒有考慮過 - 其他的平價品牌 - 你以前開Toyota - 你看Toyota - 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- 你又沒有開過Shikoga - 那你為什麼不去看Mazda - 你為什麼不去看福斯 - 欸 Tiguan Allspace啊 - 為什麼不去看 - 主要還是外型嘛 - 因為外型第一個就覺得還好 - 所以就沒特別去展示中心看 - 對 - 就除了外型之外 - 就沒了 - 真的啦 - 我真的沒有太多的比較 -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 - 我覺得可能就是 - 一股衝動 - 真的是一股衝動 - 因為我鎖定的車型 - 就是SUV這一種休旅車 - 對 因為之後結婚可能有小孩 - 可能還要載家人之類的 - 可能還要載家人之類的 -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爬 - 我的Skoda的休旅車 - 結果就看到這一台Codia - 後來就是發現就是說 - 它的空間就是5加2的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它後車廂的空間其實也蠻大 - 那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跟我推薦 - 最多人跟我推薦的就是Toyota的Raffle - 對 那我沒有考量的點有兩個 - 第一個就是我不想再開Toyota了 -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- 因為Toyota的那個Raffle - 其實弄到好大概 -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的話 - 大概也要120左右 - 對 因為我選擇這一台 - 它的那個價格是比較 - 就是1.5的 - 它是比較經濟版的 - 所以它價格大概140幾 - 對 140幾 - 那我就覺得說 - 我加個20萬 - 我就可以開一台歐洲的休旅車 - 你是不是想說 - 你終究要開歐洲車了 -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開歐洲車 - 因為那個時候 - 我在選車的時候 - 突然就是這個廣告的那個 - 真的啊 - 不是廣告啊 - 就是突然閃過這個slogan - 這個slogan - 對 - 然後就想說去看一下 - 那個Skoda這樣子 - 對 - 好 - 所以Skoda跟福斯基本上雙升車 - 但你選擇Skoda是因為 - All for you 的關係比較省錢嗎 - 對 - 而且再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- 可以把保養的一些費用 - 挪在升級的部分 - 對 這也是當初我想的原因 - 所以才買Skoda - 其實這個就是我下一個要問你的事情 - 就是說 - 剛剛在講一些經濟的條件 -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- 進口車會不好養 - 但Skoda我覺得不錯的地方 - 只是它有提供三次保養不用錢等等之類的 - 對我來說 - 甚至說對一般的普羅大眾來說 - 要入手第一台進口車 - 我覺得Skoda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優勢在 - 到目前為止你有回廠保養過嗎 - 檢查1000公里 - 檢查 - 有花錢嗎 - 沒有 - 沒有花錢 - 那之後的保養all4u你知道嗎 - all4u知道 - 所以對你來講all4u很重要嗎 - all4u就是對我來說可能會 - 在保固期間內我可能可以比較安心使用車 - 不用去擔心 - 因為人家說歐洲車掛掉的話 - 會花比較多的精力去修復它 - 對 害怕的是修不好 - 是不是很少人知道all4u保養是不用錢的 - 我應該蠻多人不知道的 - 真的喔 - 對 - 所以對你來講all4u會不會讓你在選擇 - 例如說你有看allspace - 讓你在福斯跟Skoda之間 - 產生一點遊移 - 會不會all4u也是一個重點 -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重點 - 因為我們開的頻率其實不高 - 那其實這樣算起來的話 - 其實大概在可能第四年我可能都還沒有 - 可能才剛保養第三次而已 - 那我就覺得就是仰車上面來說的話 - 如果有這個的話我覺得還OK - 但目前現在還沒有實際進場保養 -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 - 這個要問其他車主 - 對 - 三次免費保養大概就是四萬五千公里以前 - 對 - 你都不會花到任何一毛錢嗎 - 也就是說第六萬公里保養的時候 - 才會花到你的錢 - 對 -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在買車方面非常加分嗎 - 對 這個有加分 - 好 OK - 適合讓你重新選車一次的話 - 還是它 - 還是它 - 還是它 - 沒得選 - 沒得選 - 因為提光這台車它還出蠻久的 - 那我當初也是有鎖定它 - 可是它的災情真的太多了 - 喔 - DQ500跟DQ200這個系列的變速箱就是都會有油漆 - 那目前我這個是DQ381 -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- 對 -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是捷克制 - 提光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墨西格 - 南非 - 南非 - 所以產地對你來講會造成購買上的影響是嗎 - 其實它們真的就是軟生車嘛 - 那為什麼Skoda的災情就比較少 - 那為什麼提光會多一點 - 因為我關注提光至少四年多 - 其實提光讓我不選的最大的原因是觸控 - 我很討厭觸控 - 開車的時候還要看不喜歡 - 所以你喜歡實體按鍵 - 我喜歡實體按鍵 - 幾年次啊 - 八十一 - 老了 - 跟我一樣 - 哈哈哈 - 假設你把Allspace抓來 - 是 - 比較之後 - 兩者其實差不多 - 畢竟它是雙生車 - 那最後的考量會不會是Skoda的品牌 - 跟福斯這個品牌 - 兩者的比較 - 它會有差別嗎 - 它會有差別嗎 - 應該還好 - 可是我可能還是會選Skoda一票 - 蛤 為什麼 - 像我說的 - 它比較好像 - 比較有年輕的感覺 - 嗯 - 對 然後 - 捷克 - 我有去過那邊 - 喔齁齁齁 - 在那邊印象還蠻好的 - 有情感上的連結 - 是是是是 - 如果預算是充足的話 - 我可能會選 - 這台RS的版本 - 對 - 因為馬力又更大而已 - 所以預算充足的話 - 不是要換豪華品牌 - 嗯 - 到尾我覺得沒有太大 - 如果說豪華品牌 - 對我來說 - 不會有 - 到那麼大的吸引力 - 那會想換RS是因為 - 四驅 - 還是因為 - 動力 - 很吸引力 - 是四驅再加動力的部分 - 喔 - 不同的馬力又開起來 - 還是有差 - 對可能 - 踩的時候 - 可能駕駛樂趣 - 會再好一點 - 嗯 - 那可能 - 預算充足的話 - 應該會選RS的版本 - 原本是要買Car Rock - 我已經 - 不小心再捏了一點上癌了 - 不要再捏上去了 - 不要再捏了 - 再捏上去就飛狗巴士了 - 好不好 - 對 - 老了 - 在這麼衝動的消費之下 - 有沒有後悔嗎 - 目前現在的話沒有後悔 - 對 - 就是整體開起來的那個舒適度 - 然後還有一些 - 它的一些科技配備來說 - 我覺得真的都還滿不錯的 - 就是真的還滿喜歡這台車 - 所以後來就選擇1.5 - 那因為開到現在其實露營了幾次 - 其實爬山路上面來說的話 - 兩輪驅動1.5的渦輪其實都還滿OK的 - 就開起來也沒有說特別不給力或者是什麼 - 所以我覺得就是當初選擇這樣應該是還不錯啦 - 因為其實四輪驅動很多的路由都會考量 - 對 - 就是說我常常去山區啊 - 是不是一定非得要四輪驅動 - 其實這個答案你覺得是否定的嗎 - 我覺得是否定的 - 對 - 恭喜你獲得一台你覺得自己非常滿意的車 - 是 - 好不好 - Enjoy 好好享受 - 影片到最後我想透過這些車主 - 我們應該找到答案了 - 第一個 - Shkoda Kodiak這台車 - 真的是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市場的存在地帶 - 因為你仔細的去細想一下 - 在市場上呢 - 七人座純正休旅 - 除了日系 - 韓系之外 - 幾乎是找不到了 - 你要嘛就是帶一點商旅氣息的車款 - 要嘛就是豪華品牌 - 要嘛就是什麼MPV - 那個尺寸又更大了 - 你要七人座的還真的很難找 - 那你說還有他的同門師兄弟啊 - 提款All Space - 但是我只能說 - Shkoda厲害的地方在於 - 引進的找搶得先機 - 再來呢 - 在空間的配置上面 - 今天天一輪下來 - 他們是比較喜歡 - Shkoda Kodiak這樣的空間的利用方式 - 雖然同是兄弟車 - 但是畢竟父母就是不一樣 - 另外我覺得最後最後最重要的 - Shkoda這幾年在台灣非常的強勢 - 在於它的品牌形象 - 營造得非常好 - 而且口號呢 - 大家也朗朗上口 - 你終究要開歐洲車的 - 為何不早點換嘛 - 對不對 - 而且呢也營造出 - 它是捷克歐洲純正進口的 - 然後呢還有All for you - 你買完之後後續的保養費用 - 也都包含在車價裡面 - 我想這個是今天我們得出的答案 - OK - 好 以上的內容 - 提供給大家的參考 - 我是怡塵 - 我們下次見 - 掰掰 拜拜